哈喽大家好呀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视频啊 那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呢就知道这是一期开箱视频啊 没错我又来开箱了 那最近有点风啊连开了两个箱 那是翠西发财了吗 翠西没有发财啊 那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 上一个开箱视频呢大家如果看的话呢就知道那是一只Chanel的Vintage 那Vintage的话呢通常都是算是孤品吧 就是你碰到了就碰到了可遇而不可求 那那只包呢我觉得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所以呢我也就下手了啊 当然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啊 那这一只包呢是这样啊 就是大家如果看过我前面出过的一期关于爱马仕入门小物那期视频呢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确呢是在跟我们这边的一个Sales 在建立一些感情啊在培养一些感情 那因为呢我有一只包一直在我的这个草单上面啊 那我其实挺意外的啊 他我没有打算他来的这么快啊 但是呢就是可能是前天吧 前天我是收到了他的短信啊 说东西到了你要不要来 那我当然二话没说就去了啊 跟大家说清楚啊 这只包呢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CBK中的任何一款啊 我觉得那三只包呢 我可能短期内都不太会去买啊 那原因呢我也在那一期爱马仕入门小物里面跟大家有分享过啊 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三只包有点过于的高调 就是它的识别度还是挺高的啊 别人一看就知道哦 这样是一个爱马仕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那我觉得各方面呢也不是太符合我平时的一个使用习惯啊 再有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这个预算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几只包它的配货比率是非常高的 那相当于你是要花两倍的价钱去买嘛 那多出来的这一倍呢 就是你得去额外的买那些东西 那这部分的预算我觉得是没有的啊 再有呢就是即便我有了这一部分预算 我也得去费尽心情去想我到底买哪一些东西 因为我也真的不想说就是随随便便马马不呼的 为了凑这个钱然后就去买啊 如果大家想象它是一个什么CBK 或者说我告诉你啊 我是怎么怎么怎么获得一个CBK的呢 视频到这里你就可以关掉了哈 那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包呢 嗯 我们就一起来开啊 开完了之后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拿这只包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心中历程或者一个小故事吧 其实没有那么顺利啊 我甚至一度还非常的生气啊 我们后面再继续聊 好那首先呢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 也不能说巨大的 挺大的一个橙色的盒子啊 那再给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啊 我刚才说是前天我的Sales给我了我短信 然后我就去把它接回来了 所以对没错 这绝对不是我第一次开这个箱 我其实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已经开过了 没有人会忍得住啊 说哎我就等着啊 等录视频的时候再开 不可能的 虽然我在店里也是里里巴巴看过这个包 但是到家的那一刻呢 我还是没有忍住把它拆开了啊 但我呢 哎 想尽办法把它还原好了啊 所以呢 看上去跟从店里抱回来的没有什么区别 好那我们就一起打开看看 好那这里就是填充物哈 那里面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防尘袋 那么大家看一下防尘袋上面是这个样子的 防尘袋本身的质感还是蛮好的 比较的厚实 那除了这一袋东西呢 它里面还有 这个 能不能看清啊 它其实是一个雨衣啊 就是下雨天的时候 如果你担心你的包被淋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照在你的包上面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东西啊 这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产品说明介绍之类的 就是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皮怎么怎么好 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打理 好那这个防尘袋里面呢 它有一个填充物 然后呢 就是本尊啊 大家应该能看到一个尖尖角啊 可以猜到是什么了 我觉得 没错 就是一个Lindy 那这一支呢 是Lindy 26啊 那颜色呢 是Top 就是所谓的大象灰啊 那我选的五金呢 是银色的五金啊 银扣 那一会儿呢 给大家看一些这个上身图啊 那我觉得26啊 Lindy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尺寸啊 30呢 可能有点大了 30会比较适合 170以上的朋友啊 Mini呢 我觉得又有点小啊 就有点背不出它这种souchy的感觉啊 那我这支的皮呢 是一个TC皮啊 那TC皮呢 是三对来讲 栗子要比这个Togo皮要大一些 然后呢 会比Togo皮更加的软啊 它用到后面会越来越软 有缺点 缺点就是它不怎么防水 或者说非常怕水啊 就是最好不要喷到水 好那另外呢 我还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26啊 0.26跟Speedy 25的一个对比啊 我会把图片放在这里 那其实对比下来呢 我发现 这个26长度 反而没有Speedy 25长 也有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包都是手工制作的 那会有一些些许的误差啊 看上去也是没有Speedy 25来的大 但是呢 它这个容量呢 应该也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啊 那这支包呢 其实在我草单上面很久很久了 如果你看过我2021年度小节啊 好像说是心愿清单之类的啊 最后我是有提到过这支包 那的确呢 整个2022年呢 我也是就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买到这支包啊 那这支包呢 以前的确是你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想买都有啊 你就去店里 它可能就直接放在柜台上面 那你说我要买这支包 那它就会卖给你了 那这几年啊 就是pandemic之后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们说是这个供应链出问题啊 或者说是这个原料紧张啊 这个包就不太能够在柜台里面看到啊 那你直接冲到店里去说要买呢 十有八九也是说没有啊 那网站上面 是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曾经做过一些攻略 或者说是你可以在网上买到 像lindia或者picketing这样的包 那么我也是看了这些攻略啊 我是去网上蹲啊 它会告诉你 你每天什么时候几点啊 甚至精确到啊 分钟啊 它是说就是你每一个整点的 11分21分这种时候你去蹲啊 你去刷是会刷出来 是的 我是刷出来了 我这边还有一些刷出来的一个截图啊 就是我还刷出了各种颜色啊 有黑的 然后也有这个大响灰 然后有比较亮的像橙色啊 霉红色啊 都是刷到过的 但是刷出来没有用 你去点 加入购物车 它就马上告诉你说 哦 item not available 或者怎么样 就不可能 就买不到 我不知道那些是网上买到的朋友 他们的网速啊 手速啊 是多么多么的快啊 就几乎就是不可能 那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也就心灰意冷了 心灰意冷之后呢 刚巧我是7月份的时候 我是去了一趟 Hawaii 去夏威夷 那夏威夷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相当于babymoon呢 就是我还愿了 然后想着说 趁还没有挖的时候 赶紧出去旅游一趟 那夏威夷呢 我去的就是Honorulu啊 那Honorulu大家都知道 有两家爱马仕店 那我也是抱着说 去夏威夷试试看 因为很多人都说 夏威夷买包好买嘛 那跑到店里去问 问到的结果都是没有 而且我不止去了一次啊 两家店 我其实在Honorulu那次 就待了个四五天 没有待很久 但我基本每天都去啊 然后今天去这家 明天去那家 这样的问啊 就是没有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 是我问的方法不对吧 因为我直接就冲进去 然后那个店员说 How can I help you 或者说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那我就老老实实跟他说 哦 我想要一个Lindy 那他当然就跟我说 哦 我们没有Lindy 不好意思 我在想如果当时 我没有直接跟他说 我爱一个Lindy 我说 哦 我可能想要看看什么 首饰啊 或者是小皮剧啊 或者是凉鞋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在 就是假模价实 也不是假模价实 就可能真的是 买一两样小东西 可能花个几百块钱 然后呢 他说不定会 问问说 哎 你有没有想要别的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 我反正觉得就是说 你真的走进去 直接了当地问 多半都是没有戏的 那我为什么说我很生气呢 我之前也有看很多 那个小某书啊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 小某书那个软件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其实只有YouTube和B站 B站呢 其实我就随便upload 那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 social media 小某书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特别的浮宽啊 那上面呢 是有很多朋友分享的经验 说在 Hawaii啊 零配货 Walkin啊 根本不认识个销售 然后呢 也是直接了当 不给人买啊 就怎么怎么就买到了 怎么怎么容易 那 当然不排除 有人真的是很幸运啊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 有一点点像 哗众取宠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啊 我 反正我就看到 我就特别生气 我 我当时可能也是有一点点 这种运激素的一个影响 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 刷了几篇 我就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呢 然后我就干脆 把小红书卸载了 当然我后来 又把小红书架回来了 那这是 another story different story 就我已经生气到这个地步了 那 网上刷没有结果 然后去Hawaii店里 跑了好几天 也没有结果 那我就 当然就 我肯定就回来了 对吧 回来之后呢 我在想怎么办呢 就我要不要加入这个游戏 要不要加入这个 所谓的这个 relationship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a SA 要不要加入这个游戏 那 因为我也真的就是 真的很喜欢 真的很想要这只包 我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想去问代购买 因为首先 我有认识代购 他其实也是每天 都有剖包 然后这个包 他也剖过几次的 那第一 他的价格要比 真实的价格高很多 因为其实他也是要赚钱的嘛 他可能也是通过配货 配来的 那第二 我是觉得 我不想助长这种风气 就是别人买来的包 在高价再卖给你 就跳过了中间这个 sauce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有一点点 反正说不上来 我就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带购别的东西 没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 然后中间再加价 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这个 那还有呢 就是通过二手市场 二手市场我也去看过 呃 橙色好的 excellent 呃 那都是要比原价要高的 这个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去买 或者说我宁愿说去 build a relationship 去买一些真真正正正 别的东西 呃 来抵消掉这部分 他们mark up的那个价钱 对吧 所以呢 思前想后 我就决定加入这个游戏了 那我就 我们这边刚好有一家 这个MX门店 那我就开始去 呃 接触一些人哈 那么当时的情况呢 是 我记得是22年的8月份啊 22年8月份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预约的 你必须要预约了之后 才会让你进去 所以呢 我是预约 那预约他也没有让我选 具体哪个seals 我也一个人都不认识 所以呢 我就随便约了一个 啊 约了一个之后呢 那次我进去之后 我记得 我买了什么 我好像是买了一根 推理啊 那那个seals买完之后呢 他也没有跟我说 任何的东西 他甚至都没有 问我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啊 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第二次呢 我又去了 我又约了同一个seals 但是同一个seals呢 他那天刚好不在 那刚好不在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seals 接待的我 那我就 我就好奇了 我就问他 我说 哎 我其实上一次 是跟另外一个seals 那他今天不在 那我就想说 你们这边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嘛 是不是要固定的一个seals 还是说怎么样 他说 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看每天 是不是他们有空啊 因为那个预约的时候 有些时候 他名字在上面 那可能真的 到点的时候 他未必在嘛 那但是客人来了 还是要服务的嘛 那这个seals的人就 挺好的 我觉得还蛮实在的 那他说 哎 那你要不要留一个 电话号码 那我说好呀 那他就留了 我的电话号码 我也有了他的联系方式啊 那这一次呢 我记得我是买了 我买了什么 哦 我买了这根项链 对 我是买了这根项链 那买完项链之后呢 可能又过了有 一个多月 到九月底的时候吧 到九月底的时候呢 我又去 没有 我项链可能是九月份的时候买的 然后之后我就生孩子 对 我后来就生孩子 然后生孩子 那这里面就前前后后好几个月 我都没有办法去店里面 因为家里面事情嘛 七八糟也很多 那一直到两月份 两月份我回去上班了 因为其实店就在我上班的地方的旁边 然后我又去找他 那这一次呢 我是买了一对耳钉 然后是一根细的皮带 那大家都可以去 看我之前那个小物件开箱里面 我有说到 那买完之后呢 他其实就有问我 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那我说 我其实就想要一个领顶 就我也 非常的坦诚 就告诉他 我说我也没有说想要那些什么 quarterback 我其实就想要一个领顶 那我说 他说你要什么颜色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要大象灰 然后是银扣 我说没有大象灰也没关系 就是别的 类似的这个灰系列都可以 然后金扣银扣呢 perfer 银扣 然后如果是金扣呢 也没关系 那我其实也没有报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知道 这个门店其实消费 高的人非常非常多啊 那我就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 后来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就是前天我就收到了 他的消息呢 我就冲到店里面把它爆出来 他就是 exactly 是我想要的这个combination啊 就是大象灰 然后呢 银色的五金 我觉得这个Lindy啊 真的还就是银色的五金 会显得好看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非常非常休闲的一个款式 呃 银色呢 就是更加的 让它有这种 放松的感觉啊 金色呢 可能就有一点点 端着的这种样子出来了 真的我 我觉得我还是蛮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啊 就是我 我其实可能自己的一个 期望就是不太对啊 我不能说期望 我像看到的 很多人pull出来的那样啊 走进店里 然后问你有没有包 他就给你 我不能这样想 其实我现在想象 我已经是很幸运了 就是我其实也没有买太多东西 那他就offer了一个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的一个包 我觉得这个sauce 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真的是天使sauce 那我觉得 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去跟他维持这个关系啊 我可能短期内没有太多想要买的包 但是呢 会有一些小的别的东西想去尝试 也不要那么功利嘛 就也不要说为了去买包而不停的买别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维持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开箱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这个留言啊 评论啊 分享你们的看法 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也非常欢迎你们 写下来呢 我会在这个脆系问答 这个小栏目里面来回复大家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